是呀 他們一個月大我就拿他們回來 八年前 是呀 八年多 那時他們只有現在他們的頭那麼大 因為我看你Instagram那些照片 其實那些顏色已經完全不同了 是呀 是呀 很搞笑的 二佬是一個騙案來的 全都是黑色 很小的 很有趣的 原本是甚麼顏色的呢 黑色 黑色的嗎 是呀 很好呀 你看了很多 為何會這樣 那時我領養二佬就是 我去西貢碼頭 那時那個叫做瓶姐狗場 是呀 然後我就去選 然後有一鬥呢 有一些動來 有一個跳來跳 有一隻很冷靜啊 然後好像很Calm那樣 很有型 是呀 它整身黑色 這裏有兩糖啡色的眉 嘩 駱威娜那樣 然後我想 養得大狗 我都想牠保護我回頭 我要選一隻有型的 就是你了 誰不知養大了之後 是呀 大家看一下照片就會知道那個反差是怎樣 是你要保護牠嘛 是呀 沒錯 那隻很沈氣啦 然後見到食物又常忍不住流水 嚇到又忍不住賴尿 就是牠真的是這樣 身形又大 是呀 又肥啦 永遠都吃不飽啦 又煩啦 哈哈哈哈 但是你還是依然 我是牠的 因為牠真的很有趣 你看牠帶了多少歡樂給大家 你都沒見過牠 我一提起牠已經無限歡樂 對呀 對呀 一圈圈主持 梁太來 柱青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今天直播室來這位嘉賓 今年可以說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亦都是第一次 推出他今年的第一首派台作品 你是我的家 她是林欣彤 歡迎 哈囉 哈囉 很有愛心的林欣彤 用光會吧 剛才林欣彤進來直播室 有個很有趣的畫面 什麼事 我看到林欣彤拿著一件外套 擺著很熱 然後坐在我們旁邊的天恩 很冷 縮起來 就是這樣打開眼睛 不是啦 財多 這是一個很明顯強弱的對比 然後Map就說你拿一件外套 你真的可以拿一件外套 但我內心還有一絲絲的 男人 不用 他把他藝衡者的意志力 放在不接受我的外套 直播室 我的腳也行 你接受吧 你捱什麼動物 沒有問題 不接受我外套不要緊 要接受Map的這首全新作品 你是我的家 這首就是說保護遺棄動物 大情形 合作方向是怎樣 這次其實很感謝寫Melody的Vicky 他邀請我的 就是這次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其實他們25周年 所以想做一個project 我很開心被邀請 為你好像度身訂造而設的那首歌 我覺得應該是為所有的 去拯救動物的狗主 以及那些要被拯救的動物而設 其實我聽到過恩由 我也有反思 什麼是25周年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麻木了 對於什麼周年 什麼周年 就是慶祝 但其實我想 我想起我自己負責兩隻 做了八年九年 都經歷這麼多辛酸 他們25周年 要堅持不器不殺了這麼多隻 因為我去了他們那裏看 其實他們是處理得很好 而全部都是要 有些是沒有人去帶走 他們就養他們一生 究竟他們經歷了多少難 所以他們 我很希望今次 我作為少少的一份子 可以用我的力量 去把意識帶到幾大就幾大 無論是那些等著家裡的狗狗 去呼喚他們將來的主人也好 又或者是為一些 不只是SAA 總之為這件事努力著的人 無論是已經養狗的狗主 又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在幫遺棄動物的人 又或者是可能偶爾去做義工 又或者是現在有些 可以助養的 可以助養的 每一個為這件事努力著的人 我都想用這首歌為他打氣 你自己本身也是有領養兩隻狗 一隻飛飛 一隻二老 我想知道 當初的故事 或者領養他們的過程 是怎樣的 我們本身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但那隻就不是領養回來的 那隻是 我媽媽和爸爸有些朋友 養了一隻狗 養了兩隻 接著他們生了 他們就是不想 亂賣給人 或者給人 就是兜兜 對 他們想找一些 覺得有信心 會照顧得好的人才給 那又問我們 我們都掙扎了很久 最後養了 其實我很感恩 因為他令我和家人 更加多互動 13年 好像是否養了 對 那次是第一次養狗 還是本身已經有養狗 第一次養狗 我 為何會有信心呢 覺得 好 交給我吧 把狗的生命 所以我們都戰戰兢兢 就好像我現在領養這兩隻 我更加戰戰兢兢兢 因為是我自己一個人住 我一個人決定養牠們 所以 但是我跟自己說 做了先 到其時有什麼 我就努力解決它 一定解決到 一定解決到 因為 一定要把自己一個 承諾 對 這個我覺得也是 其中耀輝老師 在這首歌寫得很好 因為 這個世界充滿很多遺憾 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人 動物 甚至是一些物件 或者這個地球 其實也是 有很多東西我們控制不到 就算一段 你曾經覺得 挺有把握的感情 無論是親情 愛情 友情 很多東西 你不是努力就可以了 不是努力 就一定能走得遠 那一百公里 可能有人會走了 而牠未必是不想的 牠真的無能為力 但是我覺得 我領養這兩隻狗 還有再看耀輝老師的份子 其實裡面有兩句 都令我更加肯定了 就是 世界辜負過你罷 世界傷害過我罷 能和誰做過弱勢 到最後完美嗎 然後我就想 我兩隻狗 其實牠怎麼都不會離開我 所以 決定的人 只是我 有多難 要不要放棄 只有我一個人 要這樣決定 他們一早就已經肯定了 所以只要我堅持下去 我就可以為牠的生命 和我的生命 做了一件事 就是 沒有遺憾的一段關係 是 所以這個就是 有時候我很辛苦的時候 我就提自己 都不是為了救他們 其實都為了救我 不是給希望牠 是給希望我 應該互相救贖 因為在你的世界 可能二佬和菲菲 就是兩隻狗 是你生命當中的一部分 但在牠們的角度 你就是牠的全部 是的 但你怎麼遇到二佬和菲菲 可能領養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隻 那時候牠是BB 是嗎 是的 牠們一個月大 我就拿牠們回來 八年前 是的 八年多 那時候牠們只有現在牠們的頭 因為我看到你的Instagram 那些相片 其實顏色已經完全不同了 是的 是很搞笑的 二佬是一個騙案 全部都是黑色 很小隻很可愛 原本是甚麼顏色的 黑色 黑色的 很好啊 你看了很多 為何會這樣 那時候我領養二佬 就是我去西貢碼頭 那時候叫做瓶姐狗場 然後我就去選 然後有一隻動來 有牠們跳來跳去 有一隻很冷靜 然後好像很冷靜 很柔軟 對 牠全身黑色 這裏有兩糖啡色的眉 嘩 駱威娜 然後我想 養得大狗 我都想牠們保護我 我要選一隻有型的 就是你了 殊不知養大了之後 是的 大家看看照片就會知道 反差是怎樣 是你要你保護牠 沒錯 沒錯 那隻很沈氣 然後見到食物 經常忍不住流水 嚇到又忍不住賴尿 就是牠真的這樣的 身形又大 是的 又肥 永遠都吃不飽 又煩 但是你還是依然 我是牠的 因為牠真的很有趣 你看牠帶了多少歡樂給大家 你都沒見過牠 我一提起牠 牠已經無限歡樂 第一個想說 你令菲菲 另一隻狗 曾經令到你受傷 哈哈 膝蓋都裂了 嘩 但菲菲的故事又要由開頭再說 你見到菲菲 菲菲就不是騙案了 菲菲不是 菲菲 菲很英俊 很明顯不是騙案 哈哈 這個媽媽是偏心 菲菲菲是比小時候漂亮 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漂亮 又是一見鍾情 不過菲菲呢 養耳腦很容易的 雖然剛才我說了這麼多 其實是 譬如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最近都放了一條片 我哭了 她是衝過來安慰我 我嫌她煩了 安慰到 她很愛我 然後還有 她是無限吃 她吃什麼都可以的 你不用怕她選飲 就是吃的 這件事太重要了 做媽媽就知道了 就是兒子選擇擇吃 真的是吐血的 是啊 我養過那些貓 選擇擇吃的 很煩的 很頭痛的 你又擔心她 問兩問 要走開 你給什麼都不對 那就是怎樣呢 高鬥貓 不吃又不行 所以呢 二老很容易 阿菲呢 就是小時候 其實她來 她那時候不知道 就是我養了她 我想一個星期左右 就發現她不太妥 然後帶她去醫生 幸好趕得及 原來她差點死了 什麼事啊 因為她中了牛肥熱 就是我再追溯一些義工 他們就說 原來菲菲小時候 撿她回來 成真都是牛肥 那牛肥熱 就是牛肥 如果傳了一隻病毒 那隻狗 她會有一個這樣的病 是會沒有病的 幸好趕得及 但是菲菲 到現在都有一些皮膚問題 對呀 還有呢 她小時候呢 是一窩囊 她吃了 就是她有食屎的問題 就是食屎 對 然後她又有皮膚的問題 然後她也都出街 是很容易會受刺激的 她很容易失控的 很弱得太 我最初都以為她頑皮 但是因為我跌裂膝蓋之後 我就學了訓練狗 然後我得到很多知識 我就發現其實有很多時候 難訓練的人不是狗 因為人會有很多不同的假設 把動物丟掉 其實她不是這樣想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她未必是頑皮 她可能太害怕了 她很容易很激動 所以很容易亂跑 很容易很aggressive 想廢其他人 其實她很害怕 所以怎樣弄傷你呢 對呀 跌跌膝蓋是怎樣的 她就是突然間見到一隻狗 其實她一向都很衝動 所以我抱她們 其實我都很小心 我就是為了避開一隻狗 因為她見到狗很激動 那我懶得了 然後我拉了她上樓梯的一段路 然後我就是不在意 我踏少了半步 就是踏少了半秒馬 她就跑了 然後我就整個人飛了樓梯 哇 哇 是啊 是啊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有個契機 我去學訓練她們 而我學了很多東西 但是經歷這麼多東西 你不會覺得 哎呀 被寵物連累了你 我不會覺得 雖然呢 雖然呢 我當中 譬如曾經有一段時間 沒事氣 是啊 我反而是很擔心 我給不到她們要的東西 譬如有一段時間 我不夠錢用 然後我很害怕 我住在哪裡呢 因為我想有養狗的人 可能都知道 特別大狗 香港有很多地方是養不到的 是的 而要帶著牠們 我媽媽那邊就養不到 所以我不可以帶牠們回去 可不可以拿著你去睡街 就是很害怕 反而那段時間才是我最害怕 譬如跌裂膝頭哥 其實我學了訓練狗 已經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甚至令我們感情更好 但是呢 有很多時候我 我掙扎是我害怕 我給不到牠們要的東西 而我就困在那裡 但是呢 亦都經過那段時間 我想 不是啊 當我想到最差了 對我來說最差了 其實我抱著牠們 其實牠都沒事的 其實牠都可以的 是我不可以而已 是啊 這個想法很好啊 是啊 究竟誰不可以啊 不用擔心我 回頭和菲菲心想 所以這件事 所以經歷了那段這樣的 就是叫做 struggle 嗯 我更加肯定 都是我正在選擇的 是 牠們是沒有東西的 牠們沒有要求的 哈哈 那些狗是你怎麼對牠 曾經可能受過虐待 有些可能 是啊 或者是 主人跟牠不懂溝通 什麼都好 其實雖然可能牠們會有很多行為問題 但是如果你肯擺patient 肯擺時間 肯去學習牠那一套 其實很容易解決的 嗯 所以永遠都是人 面不面對 其實狗永遠 貓貓狗狗全部都是這樣 你願意呢 就解決到 是 那訓練狗的時候 是否主要訓練牠們的紀律 還是有其他方法 我發現主要是人要學 狗是怎麼溝通 哦 是啊 其實你和狗一起去訓練 其實是 我有個朋友 然後牠就教了很多給我 哦 有 究竟什麼 跟牠表達到 你喜歡去做的事情 嘩 其實牠是認識 很簡單的 就是你不斷重複某一些事情 而你不要做多或者做少 牠就會認得 很多時候牠的混亂是來自人不肯定 或者每次都不同 是人不同 嘩 所以其實你是要確定 你每次做什麼 就是自己不可以飄發 是啊 反覆練習 然後那個朋友叫我拍片 然後他也叫不同的人拍片 你拍片看回你 才知道原來你當時做漏 或者做多了某些事情 每次都一樣 是啊 其實人人都會的 而那一刻是不知道的 可能你已經處理很多事情 沒有想過這個事情 是啊 所以其實這隻狗永遠都是這樣學 只是等著你學到 然後跟牠做 而你重複重複 牠就學了 多謝林欣彤給我們一些精準的養寵物知識 是一個好的主人 這是很重要的 你除了疼牠 你還要了解牠 這才是真正好的主人